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级青年 男白托 他在三十岁之前 竟然用了三十万去环游世界 大大的旅行背包里面 装的是三毛和泥彩 还有浪漫的傻劲 以及梦想的拼劲 伴着旅人松饼 旅人煎饼 一起来看看年轻人的想法和梦想 现在新出派 健康跟我来 今天要让大家看一个画面 就好像是魔戒里面的画面 因为我旁边站着这一位 就像精灵王国的王子 而我就是哈比人的皇后 然后要来访问你 你好 男白托王子 是 爱珍姐 你好 他叫做男白托 是的 我是说真正的 你看这些是男白托 男白托著作 他的书叫做钢铁草莓 七年级的七十个关键字 对不对 这是你的最新的一本书 但是今天男白托不是来讲这个七年级的关键字 而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到全世界好几个国家去旅游 对不对 但是呢 太特别了 是只有多少钱就开始 只是花了大概台币三十万 台币三十万 去了几个地方 去了大概十三个国家 然后去了多久时间 大概去了一年 然后你才三十岁 那时候大概二十七岁去旅行 这么大的一个勇气 好 今天就来听他呢 跟我们边做料理边分享他的这个旅游增长见闻的故事 是的 那么今天你做的料理是什么 今天做的料理有两道 第一道是旅人煎饼 好 再来 然后第二道是旅人松饼 妈妈写的样子 没关系 好啦 好啦 虽然说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简单 很像可是不一样 做法不一样 口味也不一样 好 我们等下看他到底有什么个不一样法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这个名称像到我自己都还要想一想 一个是旅人煎饼 一个旅人松饼 对不对 你现在先做旅人煎饼 还是先做旅人松饼 先做松饼 OK 好 那你需要什么 碗 对 这么多 好 你要拿一个 谢谢 谢谢 我要大概这个尺寸的 可以了 好 两个 OK 好 来 好 然后我需要两个蛋 两个蛋 直接打 好 当然直接打 好 是啊 出去旅行 不需要自己煮吧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住的是青年旅舍 然后我们是有厨房的 对 比较便宜一点 对 然后可以认识非常多的各国的旅人 然后就是会有那种共用的厨房 然后其实厨房好处在于你可以借由厨房 然后来去做一个食物上的交流 你这个是在哪里学到的 其实这个是我在国外自己摸索的 这道菜 为什么会有这道菜 是因为 因为在国外其实有时候吃不到台湾的料理 对 然后可是我后来发现 香蕉这种东西好像很多地方都有 然后我这道菜是在埃及自己发明的 埃及也有香蕉 对 然后你就看到 就想到台湾觉得台湾也有香蕉 可是直接吃又没感觉 自创一个家乡伟人 你那个去埃及做这个香蕉料理 那时候你已经去了多少个国家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旅行大概八个月 已经去了九个吧 对 所以 八个月跑九个国家 就这个中间过程是都没有回来过 就是一直在外面吗 我中间有回去一个月 有回家一个月 是因为没钱了是不是 在外地就是旅行的时候 不小心牙齿受伤 所以其实也要盯明大家就是 出去之前那种长途旅行 你一定要把牙齿 然后一些重大的病 把它预防好 好 这个是比较保险 因为在外面你看病也不方便 然后再加上也很贵 没错 好 真的是这个打好了 打好了 然后再香蕉 香蕉 香蕉我们直接用手好了 OK 可以 好 这我有一个很好奇的 我相信也是各位爸爸妈妈也很好奇 一个27岁的孩子 怎么会想到就是说出去玩 应该是不是说很单纯的叫做出国去旅游 应该是你就是想要去做点审计 其实是有一点是 其实那时候就遇到了就是一个 比较可能年轻人的瓶颈 不知道自己在台湾能干嘛 然后你就在想说 对 出国旅游增长见闻 可能是可以对你的这个未来的人生方向有帮助 其实是有限 所以回来之后也写了一些书 我后来才发现说 出国其实并不是来帮你找到人生中的一个方向 不是唯一 它是一个可能 好 所以你那时候出国是 是说想要去看一看 那时候你自己下定这个决心 27岁而已 我相信你想要出国到海外去看看 多半了27岁 这要算一下出国要花多少钱 然后这个钱怎么来 其实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一份工作 那时候在工作 对 刚好存到30万 然后就把工作辞了 然后那时候是工作了大概一年半 然后才决定说 好像该离开出国看看 其实我们也是啦 就是说跟各位孩子们讲 如果说你觉得心里面觉得说有一些不满意 你想要抽离 但是在抽离之前 你要自己为自己做好准备 对 对 所以不简单 30万 对 因为我又是离家出走 真的是留一张纸条 就说我要出去了 爸爸是个男子汉 爸爸也不会哭 好 你出去 你出去就不要回来 因为他哭不哭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又离家出走 其实他有啦 他难过啦 只是后来我知道他是难过 他有了 怎么会呢 因为一个爸爸他这样子 腹肌母植把你的儿子养那么大 竟然是留个条子 他就走了 这真是不像话 好 这个刀我拿到旁边 不然我要K你了 好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个孩子他还是 我们有时候发觉说 你就把孩子放出去 是 让他成长 对 现在我要给你加什么 好 然后现在我就是打完泥了 打完泥 好 你今天跟我们就是分享到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 就算是你二十几岁 你不知道你的人生目标在哪里 但是你有一个短程的计划 你是把这个短程的计划 就是很专心的去把它执行 对 就是因为在大学退伍后 想要旅行可是没钱 然后家人反对 那当然 当然谁给你钱去旅行 我觉得要什么就自己去争取 好 这话说得好 要什么 你自己想要的 你自己去争取 你自己去找 对不对 对 就与其抱怨说 父母不给我钱去旅行 那我倒不如自己去乘取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各位小孩 听到没有 与其抱怨父母不给 你有办法你自己去赚 对 好 那么我们就知道 好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你有把它写在你的书里面 然后对 现在就 要帮你开火吗 要开火 然后我们先喝一下过 其实你在埃及 绝对不会有个妈妈在旁边 帮你 当然不会 出国多靠自己 多靠自己 对 然后你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是 你第一个国家是去哪里 第一个国家去泰国 在大概那时候 2010年的时候 还有网络上的所谓的零元机票 那要抢的 就像你去那种中年纪念要抢 所以你抢到了 对 抢到当然要去 大概台币2500 就是那个穗金而已 对 我就是从台湾飞到 泰国 泰国 曼谷 对 然后就这样开启了我的第一站 然后在买这单层机票的时候 我后面的机票我都没买 你就是买了 只有买到台湾 到泰国之后 你就人就到泰国去了 对 到泰国去了以后 就是开始真的就是放逐流浪 就看哪边可以去 就是没有目的的 就是到了当地也没有什么一个计划 就是边走边看 其实这就跟我的人生会有点像 因为 好自由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我人生到底要怎么办 然后你就把你自己的现实生活 跟你在旅途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作为了一个结合 对不对 就是想试着在旅途的一个追寻当中 来看可不可以在人生的目标 来得到一些一点点东西 好 这个就要放下去煎 对 这个要放下去煎 好 然后就是这样 好简单 就是鸡蛋跟那个香蕉 对 其实这个就是取代面粉 你不用再去 对 然后它有粘稠状 所以你就这样很简单 好 就让它慢慢小火慢慢烘吗 可能要中火 中火 好 烘 慢慢烘 然后先把它 好 那你可以跟我们说 你第一站到了泰国 又把这样子的一个 新进的现实生活跟旅程结合在一起 你有 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 特别的感受吗 其实那时候刚出去 你会有一点疑惑 因为你不知道到底能去哪儿 真的喔 因为那时候觉得说 出来其实是一种放逐 就是你没有心力 就是说我要玩 可是这种就变成会很矛盾 你明明在旅行 可是你又 又不是那种玩的心情 对 就会很复杂 其实跟那个出国旅行度假 那完全不一样 他们大家出国旅行度假 可能就是真的就是 要去哪里吃 哪里玩 对 都会计划好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你这个没有办法的 对 这个可能我们需要再多加一点油 好 再给它从旁边淋一下油 我们先让它固定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就把它这样烘好 对 叫做香蕉烘蛋 对 可是是旅人 这个感觉比较美 好啦 什么都要加一个旅人 旅人香蕉烘蛋 对 好吧 这个就很比较浪漫 好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盘子 好 一个这么浪漫的男生 我们就把它 对 一个人跑到国外 第一站是到泰国 那心情的复杂 对不对 对 那从泰国之后 泰国之后就 直接就又去别地方吗 对 就从柬埔寨 中国 印度 就这样乱走 就真的就是看哪边 从泰国就直接到柬埔寨 对 然后辽国 越南 反正就是附近嘛 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好 然后呢 然后这样后我们就撒上 蜂蜜 对 蜂蜜 其实这个是很营养的 这个可以当甜点啊 然后因为像一些小朋友 他们就很喜欢甜的 可是又营养 这个是又好吃又那个 其实不用太多 因为本来香蕉就有甜的 甜 我刚刚有吃了一小口是甜的 好 这个铝人香蕉烘蛋 我们先放旁边 另外再来一个铝人 对 铝人煎饼 好 来 铝人煎饼 其实过程很像 来 我们先打蛋 好 再来铝人煎饼 打几个蛋 我们先一样打两个蛋 好 可以 对 两个蛋 先打两个蛋 好 那跑了十几个国家 对 然后有什么地方是让你 当然我相信每个国家 都会让你有不同的感受 有个难忘的世界嘛 对不对 对 那你有比较对于你人生的 未来的方向有影响的 是 有没有什么 有 那个地方 就是印度 是 因为我有去印度 然后我有去印度当技工 然后在印度的加拿各达 有一个德雷莎修女 对 非常有名的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 叫垂死之家的地方服务 就照顾那些印度的 就是 贫穷的 很穷 然后身体有残缺的一些 他们的印度穷 所以在那边 其实算改变我对 这个生命的一个看法 说来听听看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说年轻人 他们会害怕一些东西就是 你害怕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 可是当你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然后我去了那边 我发现 你可能就是关心他们 聊个天 打个招呼 其实这就是付出了 就是 很简单 你只是说 你就是去陪伴而已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付出 是不是 对 就是是不是一定要说得到说什么 薪水 然后你的成就 所以这时候在你的付出的时候 其实你的收入很大 你在付出的同时 其实你感受到它回馈过来的 是一个人的价值 那我现在这个要把它再加进一种 对 然后我们这一句 做法比较不一样 我们 怎么做法 你可以多 我们打完 完后 这个你又是在哪里学的 刚刚那是埃及 这个其实都是在埃及学的 可是因为你知道 就是同一个松饼吃酒会腻 对 就换另外一种松饼 好 所以说在印度德雷莎修女 所那时候照顾到的一个 就是垂食之家的 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让你有一个对于价值观 人生生命价值观的不同的感受 对 就是因为你真的去 纯粹的付出 然后在这样的付出当中 才发现其实为什么要想那么多 你想帮助人就帮助人 帮助人干嘛 你区分帮助外国人帮助自己人 就是很简单我就是要帮助人 你为什么要一直给自己一个区分 你当时就是很单纯的决定 我就是到那个地方 然后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然后去帮助这样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怎么会突然之间想法 这么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 因为会有这些想法是你真的 你付出了 你没有一直困在你的问题之中 就像好 我回来台湾后也才发现 很多人都害怕所谓的22K工作 可是害怕的人都不曾出去工作 怎么会这样 好 我喜欢你说的这个感觉 就是说你在那个地方 所产生的一些矛盾的心情 然后你把它要回来 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你们也是另外一种矛盾 对 其实或许是应该要去 去克服你的矛盾 解决你的矛盾 不要陷在那个矛盾的情景当中 对 像妈妈我站在你旁边 超级觉得自己幼稚的 我这样讲不到 有童心是好的 对 对 好 出版 这个就是放下去完后 等一下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盘子 我们要把香蕉切拌完后 我们先等一下 你这个料理有点复杂 这个先把它取出来 这样子有点复杂了 对 是不是 香蕉先沾上蛋液 然后再裹上粉 对 在裹上粉 这个复杂了 这个不会啊 这很简单 这笔 好 那么到了一个印度 这样子的一个国家 然后做了那样的事情 是 很好的一个人生体悟 对 那么我发觉你跑的这些地方 都是一些 有一些古老的人文 是 跟历史的一些国家 是不是 对 其实像欧洲也是印象 我蛮深的一个地方 对 欧洲又去了什么地方 欧洲就去了 我意大利待了很久 抹上面粉后 然后再铺一点那个面包粉 好 然后这个有可能要 有可能要多一点点 因为我们要有一点 炸 对 对 然后这个其实吃起来的风味 比较不一样 来 然后我们 半煎炸的方式 断掉了 没关系 好 来 再来一根 再来一根 好 再来一根 是不是 好 然后在欧洲这样子的 那么多的国家 一个意大利 让你是不是非常难忘 对 像去意大利 会会认识一些意大利的朋友 然后他们会 比如说给你吃饭的时候 他们会跟你讲 很多食材和你的故事 又增长了见闻 你会去了解 你好吃背后的故事 你的身心灵都刚好满足了 不只是嘴巴这样 对 对 好 然后又是在什么时候 跑到埃及 埃及应该又是跟 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 跟印度又完全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 其实这个 我先去完埃及往后 然后再直接飞欧洲 因为都是 我是先到了埃及 才到那个 对 罗马 罗马 好 这个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让它 那个 慢慢地煎到 需要一点 对 好 好啦 那主要我真的想听你说的故事 你到了那个 像你在埃及也是 应该有很大不同的感觉 对 因为埃及 其实埃及就是一个很古文明的 一个五千年古文明的地方 所以你感受的是一种 历史的一个震撼 可是当然去了之后 你也才发现说 原来自己 这么 出读这么少 因为古文明你必须要有一些 你曾经读书 然后你读一些知识 好像譬如我到了金字塔 你就只知道说 哇 金字塔 好大喔 没了 三角形 对 对 然后就这样 然后你也不知道它曾经 金字塔叫 比如说后面的故事 它背后的故事 一些历史 对 我们原来 有没有可能可以在出发之前 你多喜欢比如说阅读 多读一点书 这时候可以让你在旅行的时候 更享受这个国家 你这个说得好 享受这个国家 对 而不是说只是说 你看一下然后拍个照 然后比如说你到过埃及这样 好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翻面吧 现在可以翻 对 可以翻了 可以 另外一点 其实这样子煎煎它就熟了 对 其实因为它本来就熟了 粉熟了就好了 对 这个是法式料理 对啊 对啊 但是它到了埃及是自己想的 变 对 就是变成混血 排法混血料理 排法 排法哀混血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摆盘 对不对 对 现在就需要一个盘子 然后我们就来吃了 对 来 泡杯热茶 铝人松饼 做法是香蕉搅碎 加入蛋液拌匀 起油锅倒入蛋液 煎至金黄后翻面 再淋上蜂蜜就可以了 铝人煎饼 做法是香蕉切拌 蘸蛋液 面粉 面包粉 起油锅再放入香蕉 煎至金黄就可以了 对啊 我们这个 懒拜托这个孩子 让人觉得说 真的好喜欢他 他已经 可以把一个这个旅行 跟我们的现实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有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 其实你也会透过你的文字 来跟我们的 现在的年轻人做一些 应该说是 经验分享或建议 对 好 那我其实我知道 你的这些这个旅人的经验 是 真的跟观光客 它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真的鼓励 如果说有机会 你就是像这样子背个背包 你就好好的去 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是 对不对 我想问一下 你现在跟爸爸的感情 有 现在就真的比较好 因为回来后 想要做点什么改变 怎么改变 比如说好了 以前我们 我们在家都不会吃饭 就是大家各自各的 好 然后现在会说 每个礼拜 然后固定要一起 拿几天要吃饭 就是会坐在一起 会家族聚会 没有就是跟我还有一个哥哥 你还有一个哥哥 对 所以你们就会 爸爸还父子 大家一起吃个饭 聊聊天 回来之后爸爸还是会有一点不能接受 因为等一下出走 可是回来之后 我会一直要试着来跟他 比如说分享 然后写书 然后跟他讲我要告 以前是这样 以前是 我先做了 我想做的事 然后我是 先转后座 不会跟他讲 然后现在是 当然现在还是 我以前想要做 自己想要做 可是 可是会在做之前就说 我准备要这样做 就给他一个选择 而不是说 给爸爸一个选择 说得好 对 可是他那个选择 也基本上是 你非接受不可 其实 对 我们应该说 我们为人父母的 也在孩子的身上 学习 是 然后我们其实也要成长 是 因为毕竟 我们的孩子 现在对待我们的方式 跟我们 对待我们父母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时代不同了 对不对 所以 像我们做父母的 要学习到放手 放手让孩子自己去闯 对不对 自己闯自己去经验之后 你自己的感受 才真实的属于 你自己的感受 对 可是要 其实回事回来后 我发现其实 一家人应该 要一起自己讲的 对 绝对是要 一起互相学习 而不是说 只有 儿女要跟着父母学习 我们也要反过来 跟儿女学习 对不对 你的本名不姓郎 我姓刘 好 我应该说一声 你爸爸大概跟我年纪 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对 其实一样 一样大 好 刘先生 你这个儿子很棒 以他为荣 棒 了不起 这么棒的经验 好 沒有 然后 你这个儿子 他的这个叫做 鸡蛋香蕉煎 也很棒 好 那我们很期待 你的这几本书 最新的这个是 钢铁炒铁 man 我们希望你透过你的 已经看了你的感受 再继续创造文字 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不对 好 谢谢您 恭喜您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